我心裡古董還是幾十年的地貓茶樓 現在我們一年三年 古董位於上水西 由上水火車站乘小巴 大約十分鐘便會到達古董村 今次我們先去古董村逛逛吃東西 再沿著湘魚河去朗元濕地 來到朗元濕地 除了可以看美景 還可以看鳥 除了米布外 朗元濕地 就是另一個香港候鳥主要停留的地方 這片淡水濕地 有近二百多種鳥類 而且更有稻田和菜田 吸引不少人前來觀賞 而最近連接上水和元朗的新單車徑落城 做單車由古董再入元朗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收地、遷冊、重建 令古董經常出現在新聞之中 古董筆的收地未曾停止 而在不久的將來 遊覽古董更可能會成為歷史 戰前古董稱為七鄉 由多條寮屋村落組成 合稱為古董村 高峰期的時候 有近幾萬人居住 以前是在對面 以前是在田森區 周伯伯是古董的居民 在古董出生 長大和成家立室 他經營的錦益茶樓 就見證著古董由興旺走到末落 這裡的錦益足有六十年 現在只剩錦益 以前村裡更興旺的時候 錦益茶樓仍然有早茶飲 亡米雞大包最流行 以前家裡 做幾個有時 告訴你多少圍 最後搬了 就少了村民 現在茶樓只是賣碟頭飯和家鄉小菜 有些更是外面不常見的菜式 很考功夫 例如整條魚釀的鯪魚 先將鯪魚肉、蝦缸、花菇和臘肉混合 再打成膠 再釀進鯪魚裡落鑊煎香 還有這個製作兩小時的碌鵝 充滿了香川味道 高峰期的時候 古董有四至五間茶樓 十多年前 錦益原本的老闆決定不做 毫無飲食經驗的周伯伯 就偽然接手 做到現在 我心裡幾十年 那間地貓茶樓 深宴是這樣 這間地貓茶樓更是村民的最隔地 大家都習慣 有空時就進來坐下聊天 錦益的大廚光師傅更說 古董的香情是令它留在這裡的原因 古董唯一有一個香情 不同區別的茶餐廳 你買一條碗魚 我做糖醋碗魚 我做五樓碗魚 就買一條碗魚 這些唯一是 這樣一走路能夠做到 其實 住回古董村 我在這裡唯一 最開心的時間 周伯伯曾經在古董做了17年的村長 經歷了不同時期的拆遷 他說以前古董是雜姓村 村民大多數都是當年 國共內戰大逃亡而來 所以是條非原居民村 而80年代的古董 是上水最興旺的地方 以前這條青山公路 由這裡到河東橋 都是雙鋪 60年代 大部分的村民都是無農種菜 這個已經荒廢的古董菜站 更曾經是新界其中一個大型菜站 很多全部種菜 種甚麼菜 甚麼菜都有 即是菜心 芥蘭花 番茄 底瓜 豆角 甚麼菜都有人種 後來開始發展小型工業 至今古董仍然有幾間醬油廠和木廠 舊時古董是個自給自足的社區 觀音彈的時候更會搭台做大戲 就連新馬斯珍都曾經在這裡表演 很風光的 在這裡拿來兼錢 兼多少寫滿 每個兼錢 有些幾千 有些幾萬 我捐一百 有甚麼寫上去嗎 有 一百就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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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1933年建成的私宿 就是周伯伯以前讀書的地方 那天我們讀有兩班 輪流煮飯給先生吃 後來政府人多了 建一間古董愛華公立學校 都想不到 一路變青 一路人口 熱來熱 那些人搬出去 80年代初發展新界環迴公路 古董就進行了第一期的拆遷 當時大馬路的商鋪和民居都要清拆 村民第一次群起請願 政府去對面海 在旅遊巴去請願 有些人不清不拆 那天人心無惡 當然那些人不想拆 都沒有符 政府現在都不理村民怎樣 總之他說拆就拆 自第一期的拆遷之後 村民就陸續搬走 有些搬到上水的屋邨 在這個住島公屋 由於種綠合彩的年代 周伯伯都覺得住村好 當然是村好 我們老一代 當然是住村 有時候有蚊 有什麼都習慣了 住樓就關門 旁邊都不知姓什麼 現在有時候 都是有些村民 都很尊重 老村長 都很開心 周伯伯說 現在股洞只剩下2000人 幾年後 股洞應該真的會完全清拆 股洞現在感激 最後一期 政府說就是這樣說 股洞清拆 感激也要迎來終結 你會看著茶樓 很捨不得 是 搞不捨不得 做得一年 都一年了 現在 今年已經77歲的周伯伯 依然堅持要和鼓洞 走到最後 就是最後 不捨不得 當然不走 走到最後